大家好,这一期跟大家分享虎皮兰上盆 这颗虎皮兰呢就是上期也跟大家分享过 经过一系列的给它处理之后呢 这一期呢就跟大家分享如何给它上盆 因为这颗虎皮兰呢就是一分为二 把它分出的时候呢有点弄伤了 像这个根性弄伤的话 我们要用杀菌药给它进行杀菌 避免给它上盆的时候 这个根性沾到一些泥土的时候呢 很容易引起感染细菌 导致它根性腐烂 我们所用的杀菌药有多菌磷或者是带森猛心 这个杀菌药都能起到非常好的杀菌效果 只要我们给它涂抹上去之后呢 就不用担心它后期会引起根性腐烂了 再给它上盆之前呢准备好的土壤 里面有普通的圆土还有核沙 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梅渣 只要我们在盆土里面给它放入梅渣 它的根性生长的比较发达 也是虎皮兰最喜欢的一种土壤 如果没有梅渣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草木灰 都可以配比好之后呢 加入一点底肥 比如像鸡粪或者是羊粪 这些发酵符合好的肥粪呢 我们把它做底肥呢 在后期的时候就不用担心它在土壤里面再次发酵 如果没有这种肥粪的话 我们也可以用一些缓续肥 或者是一些空隙复合肥都可以 混泡均匀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给它上盆了 把它先上下土壤 再给它加入底肥羊粪 只要羊粪充足了 后期它的根性生长的比较发达 那么就有利于它冒出的侧芽更加多 我们就可以放这个极株下去 上土壤的时候呢 我们要给它拍打一下盆壁 让这个土壤还有这个根性更加贴合 上盆的时候这个土壤是微潮的话 我们就不需要给它浇透水 到三天之后再给它浇水 如果干燥的话 我们就一次性把它浇透水 好了这期就跟大家分享 如何给虎皮兰上盆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